2024年PS港幅二档会员游戏 今天可以下载了 现在是8点半 另外出库的游戏 包括双刃成型和鬼祭5 会在半小时后锁定 目前来看 一共进入了13款游戏 小Tina的奇幻之地 还有一个滑板 迷走升空 这个和瘟疫传说是一个公司做的 乐高都市 卧底风云 这应该是圣剑传说 是三档会员的 这是影子武士 有简体中文 好像是策略类游戏 这个我喜欢 街头霸王30周年的收藏版 这是三档会员的 这个可不是模拟器 是游戏 经济版的J8-1 J8-2 还有蓝色的J8-2 J8-2 Hyper Fighting J8-2 The New Challengers 还有J8-2 Turbo 右边这六款不知道 没怎么玩 最后一个叫三度出击吧 应该是可以调滤镜的 回头我想升到三档会员 玩一下这个 这个叫末日求生 是一款末日开放世界生存类的策略游戏 这是吸血鬼 这是圣剑传说 也是三档会员 也是老游戏 画面是这样的 这也是三档会员的 这游戏有DOS那味儿了 以前的DOS游戏 或者PS一代游戏 都是这个画风 这是星球大战 也是三档会员的 这应该是前三部的那种感觉 这个画面风格有点像 古墓令一代那味儿了 也是DOS类的3D游戏 最后说一下这伙 生化2 生化2都入库了 估计生化3也不远了 生化3如果入库了 生化4也不远了 这个游戏比较难 一个是解谜 其实解谜还好 主要是缺少枪支弹药 缺少补给 而敌人又多又强大 我建议你先玩 如果玩的不行 买一下下边的一个DLC 如果特别想玩的话 下面有个DLC 叫追加内容 现在是15港币 原价是39港币 这里边有一个叫做 无限奖励武器 这个东西相当于是课金 如果你玩的好 可以在短时间内通关 你就可以解锁某一些奖励 现在你只需要花点钱 就可以解锁 人家费了好大劲 才能解锁的东西 你直接用钱来买了 这个东西就相当于 PC上的风铃月影 而且是官方版的风铃月影 至少说枪支弹药 我们不用担心了 具体我还没买过 有买过这个DLC的同学 欢迎写到评论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订阅